应该说在怡保九个月时光飞逝 身边还有中国都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 他呢王公武对中国剧烈的变化局势 渐渐的开始抽身旁观起来 专心去认识英国希望的 那个和马来要建立起来的新的马来亚 1949年上半年啊 应该说他的心中首要的任务是了解 在这种紧急状态下 是怎么影响他所属的当地的那些华人社群的 回想四五年到四六年的那时候啊 有很多的抗日的军队这时候走出了丛林了 有很多的马共的支持者加入到了工会 组织各种的 组织了各种的工会啊上街游行啊罢工啊什么的啊 相较与之前那段日子啊 如今现在的王公武多多少少啊 有一点见识了 或者说呢更加事故了一些了 现在的这个马来亚的人民解放军啊 是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功的启发的 所以呢 他们就打游击战了 过去啊 在南京的岁月里 他是知道解放军是怎么采用的游击战术的 完了顺便呢 就越来越壮大成了一个特别强悍的一个军队 也知道共产党是怎么成功的说服了那么多的工农兵啊 都成员加入到自己的这个阵营里的 对那些腐败无能的那些政府啊 甚至就有好多过去都支持的人都加入了进来 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啊 包括那种失控啊 那种通货膨胀啊 那种沉重打击 其实他也觉得啊 国民政府后来采取的很多的措施都是一败涂地的 除此以外啊 那个时候正好不是讲到三民主义啊什么的啊 尽管他依然对那本书应该说一知半解 但是呢 应该说他的很多的正式词汇不是增加了吗 应该说啊 从他的经历 还有包括讲到的了解中国的历史一部分 或者是这种三民主义了以后啊 对过去他父亲教的那些东西啊 那些知识已经开始有矛盾了 让他也意识到啊 其实很多的理念被滥用啊 甚至啊 可能会掏空这个社会进步的那些理想的 他对政府宣传啊 已经开始变得就是特别敏感了 三民主义这个课啊 是提醒了他 比如民族民权民生啊 这种的词语的背后发生的产生的那种力量和那种影响 即使也警醒了他 就是你在政治上 你特别激进的话 那你当你掌握了权力以后 你是特别愿意采用非常手段的 而且啊 会贪得无厌的 就是说你 你再说的三民主义多好多好 你真当了权力以后 你就不是你了 那包括这个蒋介石那时候 他上了台了以后 一开始也高举的是三民主义这个大棋子的 王耕武的父母啊 最早告诉他的有一件事啊 就是 当时马来亚的全部的华文学校 都因为紧急状态 遭受到了各种的政治压力 他父亲啊 因为是这个华文学校的叫 市学官 市就是重视的市 他干嘛的呢 就是有责任要向这个学校保证 你要谨守教育的目标 你维护教学的质量 完了 另外呢 你如果没有这些 完事不了 我政府就不会对你有支持 我是来这个监督你的 那肯定父亲在这个同时啊 他特别关心的就是 你怎么能够提供对教师的培训啊 确保这个失足的充足啊 另外呢 就是各种的日益增加的需求 我怎么去满足啊 他通过他每次的这个定期的视察 这个各个学校啊 还有跟这些校长老师啊 董事会的这些关键成员进行交流啊 得出了好多好多的信息 当时的霹雳州啊 是马共总书记陈平 那个司令部的所在地 共产党在这个地方啊 有好多好多的支持者 华人群体那时候有一个领袖 后来还遭到杀害了 而且啊 经常就是谁上来了就又被杀了 父亲那时候啊 就去那个比较偏远的那些 乡村的学校的时候啊 那母亲就担心的不得了 偶尔啊 因为必须你要到临近的城镇去视察的时候 你要在这个过夜啊 经常这个时候 他的母亲就会整夜的无眠 王耕武就曾经啊提议说 要不然我跟你一块去看看啊 什么的 他们坚决不同意 后来还是在王耕武再三的坚持下啊 也就跟父亲两次出差 到外边去转过两回 第一次呢 是到南边 有一个靠近美罗的三所学校 因为就必须在那个地方过夜 记得啊 那都是一个就是人 人际罕见的 就是不太 不带很多人去的一个小小的镇子 另外呢 还带着他呢 去欣赏过当地小学附近啊 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瀑布 可是这个时候啊 这个地方 共产党在这的活动 特别的猖獗了 经常啊 就是你要路过啊 就要路过那个 有着那个英国军人和马来警察 把守的港所 港少 父亲啊 一般在旅行的时候是 坚决不带什么 护卫啊 什么武装啊 什么的就这样的啊 相信反而他觉得啊 没这些武装打着枪的武还更安全一些 好在啊 每次的行程还真的是平安无事 父亲呢 把所有的学校都拜访了 而且在他们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啊 他俩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安全 也没有人想觉得 呮呸呜呜呜呜呜呜那个共产党闹得不得了了啊 几个月以后呢 他们是第二次去出去 这次呢是往北边去那个玲聋啊和毅力那边 父亲那时候计划呢 也是有几个学校要去实事查的 其中有一个啊 现在叫彭加兰乌鲁 那个时候叫高镇 跟那个泰国那边接壤 到了那儿以后啊 就听说你再往下走就不安全了 所以呢就没敢再往前走 就只在伊犁那儿过的夜 这一趟啊应该算是 长途 跋涉了 沿路啊除了几座橡胶园以外啊 全是丛林 可是王庚姆依然很惊讶 居然居然有那么多的华人住在这个地区 主要都是来自广西那边 当时不是因为日战时期嘛 那些曾经参加过抗联军的呀 或者什么的啊 但是呢又不愿意跟共产党并肩作战的 都是支持国民政府的那国人 49年的时候呢 马来亚的人民解放军就已经把一些部队转移到了泰国边境那附近了 而当地的这些华人呢是坚决支持政府军去对抗这些人民解放军的 父亲告诉他啊 这大概是战后第一次有华文学校的室学官造访到这个视察到这里来 当然他特别的欣赏也赞许当地的教师那种敬业啊那种你想这块都打的乱七八糟也没什么人了啊 在这个荒山园里边还在坚持着自己的这个教育 另外呢也特别的喜欢就觉得当时的华人社区啊 真的是对这些学校大力的支持 缺钱我们捐 两次旅行啊其实让王公武体会到天哪 霹雳州居然那么大呀 更重要的是啊 他从来没觉得过 就是他首次觉得自己是属于马来亚了 有一种就是通过这种旅行 他对这个国家有了一种归属感了 四处啊到处都看见各种民族在这里边混居 那就跟那个 以前啊他来中国之前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呃他过去啊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异乡人 而且非常的格格不入 因为他父母也不跟那些人来往啊 只有他还交往一些呃那个不是华人的那个地方 包括就是他父母亲连跟华人交往 都特别少 呃事实上啊 呃在他来看来在中国念过大学 后来因为迫于形势不得不回到这个马来亚 呃这个转折点 也让他慢慢的也知道自己的未来一定会跟马来亚有关 而马来亚将来是他的家了 还有另一件事就是让他印象深刻的啊 就是两次旅行都听到大家说现在那个新成立的那个华人工会 哎 非常的支持 这个华人工会啊呃 正式成立于49年 呃挺新的了吧 其实就在他回到马来亚没多久 但是啊当时那个王公公并没有把这件事啊记在心上 只以为啊就就就是一帮实业家组成的完了为了这个帮助政府啊保证自己的这个生意啊什么的啊 其实这里边很多的成员都是国民政府的同情的 所以在这两次的造访的几个镇中啊 他们就发现了就这些成员都是当地的社群的领袖们 而且对当地的学校那绝对是慷慨接囊 所以啊他才开始啊越来越关注这个马华工会 有一件事他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天下午他爸爸出席那个中华总商会接待这个马华会的总会长 叫陈真璐的 当时就为他办了一个欢迎会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49年4月 等于这个工会才成立了两个月 而这时候啊就是马贡的这个人在这个陈真璐正在致辞的时候 向他丢出了手榴弹 这人就直接身受重伤了 但是呢后来保住了一命 父亲啊真的是幸运 尽管啊他的那个座位挺靠近这个爆炸处的 但是啊居然毫发无伤 因为他肯定是有一个角度问题啊 正好他处于这个死角着 经过这件事以后啊 以后这个父亲再出去 这母亲就更放心不下了 两次去这个霹雳州的南边北边啊 越来越意识到 欲有这个马华工会扮演的这个角色太重要了 应该说他们现在啊 在游说着国内全体的人民 一起就是归属 有一种归属感的属地主义 就是我们不再说跟祖国呀什么这那的 这就是我收我们养我们的地方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心安既是家 而且也为更多的当地的华人啊 争取这个在这个国家 我必须有我的公民权 政治迫害啊应该说不只是要打败那个马共 也希望将来马来亚是作为家 也是华人应该争取的一个道路 也是为自己的未来争取权利嘛 所以在他王公看来啊 他对这个新马来亚 这个前方的这个道路的艰难 又有了一另一层的体会 回到了这个马来亚以后啊 其实父母亲一直就寻思着 怎么能够让他继续学业的 当然肯定就是你想去别处 家里边的经济也不行了 只能在当地求学了 也没别的办法 父亲正好呢也身在教育界嘛 知道啊当时英国政府 要把那个两个学院给合并成一个大学嘛 就想呢 哟那你可能没准就借着机会 就成了一个这个新的联邦 联合邦的这个国家的公民了吗 那你不就更有机会进入大学了 所以他也希望华人融入到 这个新成立的国家 王庚武有资格申请入籍 但是呢这个就要标志着 你必须放弃你的中国身份了 其实王庚武挺惊讶的 就是看到啊 父亲已经开始对此啊 深思熟虑再好好的再考虑了 应该说啊 对他的父母来说是挺艰难的 也就是说你要从心上 就把你的祖国给抹了 也就是说他的后代 让他觉得离开中国 可能对我的后代更好一些 当然他没有说明 迈这一步的真正原因啊 也没告诉他 如果这么做的话 你有很多的行为 其实是表明了一个 在他父亲来说吧 前所未有的有一个政治表态的 那种行为了 这在他父亲过去啊 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王庚武呢 因为不知道嘛 只能猜测了 就是也是通过自己的体会吧 再加上这个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威胁啊 他对这个国民政府的这个幻灭 他觉得呢 马来亚的新政府 这个联合的可能更符合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王庚武后来顺利就被马来亚大学给录取了 当然随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公民权了 那一天他记得特别清楚 9月16号 再过三周 他就要动身去新加坡了 为进那个新大学做准备了 他在南京前不是读过一些基础的法文 到了南京以后呢 他又是选了德文作为他的第二外语的 所以父亲这时候觉得呢 你是不是应该读个英系的那种大学 读读拉丁文呢 对你有好处 所以后来还找了人来啊 专门教王庚武拉丁文 当然也鼓励啊 你的法文和德文别丢啊 继续学 教书之余啊 忙着念书 所以王庚武这一段啊 一刻不得险 这个新加坡的大学预设啊 在这个多元的社会中啊 大部分的学生 你会发现都懂第二语言 因此啊 很多学生根本不需要修第二语言 于是呢 王庚武一看 我就不学拉丁文了吧 所以他呢 继续学了一阵子法文和德文 当然只是保持着就是只能读就行 最后啊 他发现啊 他那个学的那个马来语啊 因为是从那个集市上学的啊 那绝对的跟官方语言没法比嘛 也不够娴熟 所以他在这方面又也开始花点心思了 当然是为了想阅读一下马来语的文学 尤其是那时候来自印度尼西亚那边的那个四五年派的那种著作 四九年十月啊 他去了新加坡 当时呢 也没想着啊 以后再也回不到医保去了 有一年暑假 他倒是回去住过一段子 但是呢 他的父亲很快就掉任到吉隆坡了 多年之后啊 直到一九六零年 他才有机会重新回到医保这个地方 可惜啊 也就留了 停留了一天 而且啊 发现啊 所有的朋友都到别处去了 都不在这儿 那天呢 他是散步在那个过去的那个新街场的那个街道上 回忆起啊 在这儿怎么成长的呀 那那那种感觉啊 那心里边 有一种 能不知道的就是那种 困惑 那种不安 其实医保啊 教会了他 有些东西就是 没有什么事情 是亘古不变的 就是随时可能会降临 而且啊 人是轻而易举 就会把你的根切断 你就其实他说的这意思什么呀 就是你比如说你拿什么地方作为你的故乡 这个东西在这一次他的整个经历中 所以他的那本书里边就专门在那个副标题就写的是心安世家 好 下期接着讲 下期接着讲